如果我们的四大神兽以机甲的形式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那你看出来它是青龙白虎猪血玄武里面的哪一款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长盗模型出品 白虎的同盘幻色版默虎我也愿意称它为黑虎 那么和之前的白虎相比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颜色的划分 这次默虎在机甲的分色上采用了黑金作为主色调 并且在一些细节处也掺杂了灰色的点缀 发光机构的开关在背后波动会开启眼部以及胸部的灯阻 在把玩性可动表现或是联动机构上 产品也呈现出了很完美的设计感 其中也包括每段虎爪的分端式结构 完美的可动表现就意味着玩具的把玩性极高 武器搭载了双刃战斧一把 两枚可以与手型替换的重炮 以及非常帅气背后的悬浮背包 同时还有两把与本体相互用的圆月弯刀 背包也可以用来收纳弯刀和战斧 解锁圆形的轮盘可切换成展开状态 那么最后就是默虎的专属花光地台 长大默形一直专心研发原创机甲的设计 并且每一款机甲都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如果你也是机甲爱好者 不妨关注一下视频最后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